最近,哈里王子和他的妻子梅根·马克尔前往哥伦比亚,进行为期四天的王室之旅,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而据《静报》8月19日报道,在访问当地历史名城卡塔赫纳时,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真实的自我更是让专家们赞不绝口。 当天,43岁的梅根身穿白色亚麻裙,搭配以故代安娜王妃价值17800英镑的法国金坦克手表,看起来非常时髦。 39岁的哈里王子则是一件清爽的浅蓝色亚麻衬衫,搭配奶油色裤子和棕色鞋子,简单又自在。 据报道,哈里和梅根抵达卡塔赫那时便与当地人打成一片,并在那里与他们跳起了热辣的萨尔萨舞,看上去非常欢乐。 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哈里和梅根忘情地在舞池里旋转,最后两人还拥抱在一起,并亲吻对方,羡煞众人。 而苏塞克斯公爵夫妇在公共场合大秀恩爱的行为不但没有引起反感,还获得了王室专家们的一致好评,他们甚至认为这就是哈里和梅根能够成功的原因。 一位消息人士在接受敬报采访时就称赞道,哈里和梅根终于放下了戒备,做回了自己。 众所周知,公爵和公爵夫人都喜欢音乐,尤其是嘻哈、萨尔萨和舞蹈。 所以,在他们的哥伦比亚巡演中,表演这些音乐是他们的梦想成真,这位专家还指出,他们跳舞的样子实在太可爱了,好像他们并不在乎谁在看一样,但这就是他们的特点,也让我们看到了他们朴素,正常的一面。 最后,知情人士还总结道,他们展现了真实的自我,哥伦比亚人民都很喜欢。 据悉,哈里和梅根在15日抵达哥伦比亚时,就受到了当地副总统弗朗西亚·马尔克斯和他的丈夫拉斐尔耶尼皮尼洛的热烈欢迎,而在参观传统的迦勒比黑人村庄圣巴西利奥德帕伦克时,苏塞克斯公爵夫妇依然非常甜蜜,他们手牵手在村庄里散步,笑得一脸灿烂。 中途,两人还停下来与村民招手致议,并参观了当地的传统手工艺品,看起来兴致勃勃。 而据《每日邮报》报道,这一战对梅根来说意义非凡,因为哥伦比亚是继尼日利亚和巴西之后非洲艺人口第三多的国家,而5月份他在访问尼日利亚时曾说自己43%是尼日利亚人。 当然,哈里和梅根的到来对哥伦比亚人来说也是意义非凡,正如当地官员约瑟法·埃尔南德斯所言,这次访问对我们来说非常具有象征意义。 38岁的埃尔南德斯解释道,公爵和公爵夫人打破了他们的礼仪,感谢我们为他们打开了我们社区的大门。 他们告诉我们,他们了解到圣巴利奥德帕伦克对哥伦比亚和世界历史的重要性,与此同时,哈里王子的朋友现在都对他的一些行为感到难以置信,感到无法理解,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哈里已经彻底被梅根驯服,在王室与梅根之间,他已经倒向了梅根这边, 这位朋友称不敢相信他会做出这些事情,实际上指的是哈里王子对王室做出的抨击行为,据报道,哈里王子对王室的抨击是极其不忠的,他的一位最亲密的朋友声称,他觉得哈里这种做法很难让人理解,认为哈里这是自己让自己三振出局的行为,哈里王子和妻子梅根离开英国。 在加利福尼亚开始了新的生活,从那以后,他们因被认为对王室的多次攻击而受到了很多批评,哈里王子经常向美国媒体讲述他如何需要离开王室,因为这不是他想抚养孩子的环境。 在接受奥普拉温·弗瑞采访时,他谈到需要打破他的父亲查尔斯和威廉都陷入困境的循环,哈里夫妇目前正在哥伦比亚进行巡回演出,许多人仍在质疑哈里王子是否对离开英国的决定感到满意,以及他的长期计划可能是什么。 毫无疑问,批评王室已经让他失去了一些朋友,并与王室家人的关系破裂。 今年,当查尔斯国王透露他的癌症治疗方案时,哈里返回了英国,但查尔斯只是短暂地会见了他。 在随后的日子,查尔斯没有有再次给哈里见面的机会,与此同时,他似乎与大哥威廉王子的关系非常冷淡,尽管他们兄弟俩曾经非常亲密,哈里最亲密的一位朋友告诉泰晤士报, 他觉得哈里让他的家人非常失望,他特别指出了奥普拉·温福瑞的采访,网菲的系列节目,以及最近出版的《王室回忆录》被胎一书,这三件事让王室十分不满。 哈里这位朋友对媒体评论说,我不敢相信他会堕落到如此地步,这是极其不忠的,奥普拉、网菲,然后被胎是这本书,三次对王室抨击,他就已经三阵出局了。 据《星期日泰晤士报》皇家编辑罗亚尼卡瑞尔·妮克对此事的评论,那些认识哈里王子多年的朋友认为他正在努力解决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他宣称,一些自他参军以来就认识他的人,这些人曾经给了他最强烈的自我意识。 并激励他在2014年为受伤的退伍军人推出了不可征服运动会Envictus Games,认为他正在努力解决一个关键的未解之谜,正如他的一名前助手所说,哈里王子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哈里王子的目标是什么?他热爱军队,工作非常出色,在筹备不可征服运动会的工作方面表现很棒,成为父亲是他最想要的实现的事情,而他已经是多个孩子的父亲,所以也许这些对他来说已经足够了。 但其他一切都有点模糊,我一直以为他想从生活中得到更多,我忍不住想,他一定在想,我该从这里去哪里,我做这些事情的真实目的是什么? 显然,在王氏与妻子梅根之间,哈里已经选择了梅根,他已经被梅根彻底驯服,所以才会多次做出公开抨击王氏的行为。 这其实并不难理解,毕竟哈里从小在王氏家庭中只是一个配角的存在,真正的主角永远不是他,而在他与梅根建立的小家庭之中,他才是真正的核心,真正的主角。 所以,在王氏与梅根之间,哈里选择了梅根。 另外的一则消息是,威廉王子未能解决英国危机,戴安娜王妃失望。 虽然距离戴安娜王妃不幸逝世已经过去27年,但根据他的长子威廉王子所说,他仍然会全心投入解决英国不断持续的无家可归问题,并对没有取得更多进展,感到失望。 在今年早些时候为红鼻子日拍摄的一段深情视频中,42岁的威廉敞开心扉,讲述了他母亲是如何在他很小的时候首次让他接触无家可归问题的。 他怀念的回忆说,他对试图解决和解决这个问题非常热情,但他承认,如果戴安娜今天还在身边,看到无家可归问题继续困扰英国,他绝对会感到失望。 我母亲在我很小的时候就让我了解了无家可归问题,我真的很高兴他这么做了,我认为他会对我们在解决和预防无家可归问题方面没有取得更多进展,感到失望。 威廉沉痛地说道,在关心亲知识上,他继承了戴安娜的同情基因,就像他已故的母亲曾在1980年代在伦敦街头会见和安慰无家可归者,引起人们对他们困境的关注一样。 威廉近年来也亲自走上街头,亲身体验无家可归现实,2022年,他与前流浪者,大问题杂志销售员大夫马丁一同度过了一天,一起在西伦敦销售杂志,并了解了那些没有住所的人所面临的挑战。 威廉说,我想体验另一面,看看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一样,试图在街头销售大问题杂志是什么感觉。 他说,虽然我可能看起来是这一事业中最不可能的倡导者之一,但我一直相信利用我的平台来帮助讲述这些故事,并吸引关注和行动那些正在挣扎的人。 作为三个孩子的父亲,他承认尝试销售杂志并重新连接自己的内心查理是一次令人感到谦卑的经历。 这也是对他叔叔查理斯多年前伪装成大问题销售员的致敬,在今年年满40岁之际,威廉誓言要加大对无家可归问题的倡导。 他承诺,我计划在我即将年满40岁时比过去更多地做这件事,因此,我承诺将继续尽我所能照料这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不仅仅是今天。 还有未来的几个月和年份,他决心在母亲的记忆中尽自己所能。 以帮助解决这个持续的人道主义危机,随着威廉更多地接纳戴安娜的同情慈善行动,期待2025年后不再有任何失望,多亏了集中行动,无家可归问题终将成为英国历史,也许人民王妃可以稍微安心一些,看到他挚爱的儿子帮助改变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的生活,就像他曾努力做的一样。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你对王氏有什么看法呢?欢迎评论区留言,我们一起探讨,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